我們就吹風機開最低溫 看最低溫 慢慢給它轟 它是用低溫去弄 然後它是整個面球 它會浮在一起 先不用拿去外面大型的東西 就是那邊 碰空機就可以了 再讓碰空機就可以了 我再給它吹一吹 以後的目的啊 是要讓人總見比龍 旁邊 要放期待 放期待它的圓球 它會浮在一起 整盤浮在一起 外面封卡沒有那麼漂亮 它的麵塔沒有那麼漂亮 它的麵塔沒有那麼漂亮 它可以做爆發的 像在一起 有些人 會看到 它會浮在一起 有些人 有些人 可以支撐 主要是 它會浮在一起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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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一塊乾的 拍一拍它的效果 它其實會比較好 口袋直接伸進去 它發整件膨脹 膨脹頭 它發整件膨脹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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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用手的膨脹頭 效果其實會比 風氣的膨脹頭 風氣我們比較偷懶 風氣我們比較偷懶 風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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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原理有些 这样 那这个面呢 看起来很不顺啊 这个原理有点像是那个在汤 你知道烘 它的热气 现在现在就是刚刚喜欢这个打烘 不然到时候这些 这些它的表面面材 它会整个揉在一起 就看起来 整个里面会不好看 这些热气 正面已經烘的差不多了 先給大家看一下正面剛剛烘的怎麼樣 花了點時間 在烘的感覺 給大家看一下是不是跟當初買新的一樣呢 第二點我們來檢查就是 燈光放進去來檢查 它的羽絨啊 是不是我們要結成一坨 像這個結成一坨 因為等一下要經過拍打 它就會比較好 因為我們現在要燈光來檢驗 還不錯啦 那這邊是這邊下面是沒有 另外邊是沒有烘完的 我剛剛右邊是比較平均 左邊的話它是結成一塊一塊 看到沒 這樣結成一塊一塊 在結成一塊一塊之前 在這邊已經結成一坨了 結成一塊一塊之前 就趕快把它用那個 送機把它吹乾 把它整個吹乾 現在要煮得看麵材 因為這是剛剛烘的 是不是很漂亮呢 就跟剛買新的衣服一樣 新的衣服一樣 這件已經要1.490 好了 那就先這樣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就先告個段落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幫我按個讚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